据说用冰块做的子弹可以杀人于无形 因为一旦击中目标后就会化冰成水 并且还有人认为某大佬就是被冰子弹所感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决定打造一枚冰冻子弹 于是他们在学校旁的小卖部找到了同款步枪 然后挤理通过对子弹结构的研究 用金属制作出了冰冻弹头的胶筑模具 随后他将清水倒入模具中 并泡在液弹里进行冰冻 等完全凝固之后冰子弹就做好了 但在脱模时他们却出现了翻车 显然制作冰子弹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之后他们请教了枪械专家 并且专家表示用肉做成的子弹同样能杀人于无形 于是他们将牛肉塞入模具中并进行冰冻 最终完美制作出了一颗肉弹 而由于找不到志愿者测试肉弹的杀伤力 刘烟祖只能请出了假人老兄 但当他们扣动扳机时 假人并没有出现任何损伤 反而被喷了一身的火药残渣 为了继续研究冰子弹的杀伤效果 刘烟祖重新改变了子弹的制作方式 托瑞用硅胶代替原来的金属模具 并且使用子弹进行捣摸 等加水之后再插入弹壳 这样冰冻24小时的子弹就不会出现断裂 可它究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然而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的实验结果竟然和上次一样 因为冰弹头在发射的瞬间就融化蒸发了 所以开枪的效果就和空包弹一样